他是心细如发的连环杀手 也是救死扶伤的天才医生 又他的五官加上儒雅随和的行为举止 让他在全球各地收获了粉丝无数 他就是弗莱迪海默 海默的父母都是影视行业工作者 七岁时小海默就开始参与电影拍摄 随后凭借寻找梦幻岛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影视作品中的可爱形象 牢牢地抓住女观众们的心 但初中的外貌其实是海默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他是家长口中隔壁家的孩子 是妥妥的学霸 上学时海默在初中考试中拿下了十门A加的好成绩 接着在高中考试中又以四个A加的优异成绩考入剑桥大学 进入剑桥大学后 他又前后拿下了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两门学课的第一名 似乎对海默来说考零分比考满分更难 除了初中的外貌和优异的成绩 海默还是个天才演员 他在影片《奇幻精灵事件部》中的表演让观众们大为吃惊 当时年仅16岁的海默已经能够一人分饰两个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角色 弦哥看完后也不禁被小海默的演技折服 于是决定来讲讲这部《奇幻精灵事件部》 让我们一起看看小海默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有多经验 因为父母离异 年幼的肖温跟着妈妈和哥哥姐姐搬到乡下的外婆家 十年前人们觉得外婆神神叨叨像个疯子 于是把他送进了疗养院 从那以后房子就处于闲置状态 或许是闲置太久无人打理的原因 老宅看起来阴森森的 十分圣人 但即便如此 走投无路的四人还是得搬进来 简单收拾完行李后 他们准备洗漱睡觉 但就在这时 小文突然听到墙里有异响 于是他用扫把在墙壁连打三个洞 可不仅什么也没发现 还挨了妈妈一顿臭骂 姐姐玛丽不信邪 结果扫把往墙上一敲 墙后面竟然有一部升降机 玛丽和哥哥海默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听着小文收拾干净 就回房睡觉去了 但小文总觉得房子 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坐进升降梯 一探究竟 小文找到一间堆满杂物的阁楼 杂物堆中的一本书 引起了小文的注意 因为书面贴有一张 写着禁止打开的便签 小文将书带回房内 快看着便签有些犹豫 但实在太好奇书里的内容 于是解开了书本的封条 而就在解开封条的瞬间 小文有点害怕 于是他躲进各个房间的箱子里 才敢翻看起来 这本书名叫奇幻精灵事件部 里面记载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精灵 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性 独特技能 优势劣势等等 其中有一只叫做大魔王的邪恶精灵 能自由变换外貌 作者一再强调 这本书绝不能落入大魔王手中 否则精灵和人类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保护书本 作者把书交给一只正义精灵保管 小文注意到 这只精灵非常喜欢蜂蜜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就准备了一些蜂蜜和饼干 果然没多久 一个地中海精灵出现了 小文从地中海口中得知 书本是小文的外祖祖父亚瑟编写的 亚瑟一辈子都在研究精灵 掌握了大部分精灵的秘密 大魔王得知此事后 便开始追杀亚瑟 他想掌握所有精灵的秘密 这会让他变得无比强大 为了保护书本 亚瑟在房子周围设下了 像孙悟空三大白骨金石 给唐僧化的结界 地中海将萧恩带到窗边 把结界指给他看 然而却意外看到 海默正被看不见的东西拖拽着 地中海让萧恩把桌上的石头放在眼前 这个身形勾楼的老头从土地里钻了出来 他可不是什么土地公 更不是普通人类 他是最邪恶的精灵 大魔王 大魔王缓缓走到海默面前 把海默吓得直哆嗦 原来大魔王想抓的人是萧恩 但因为海默和萧恩长得太像 所以成了替罪羊 就在这时 萧恩赶来救哥哥 却意外发现一只被大魔王抓住的朱精灵 萧恩顺手把他放了出来 作为回报 朱精灵朝萧恩捕了一口成年老坛 别小瞧这口老坛 他可以让人类看到隐形的精灵 获得能力的萧恩发现 大魔王正拿着自己和家人的合影 并威胁海默替自己找精灵书 否则就干掉萧恩一家 说完便放海默离开 萧恩追了上去 两人却因为意见不合扭打起来 海默认为只要把书交出去 全家都会平安无事 但萧恩知道 一旦大魔王拿到精灵书 他就是无敌的存在 就在这时 大魔王的手下蛤蟆怪赶来 看到了海默手上的书 大事不好 两人赶紧起身逃命 可就在他们即将进入结界时 蛤蟆怪抓住了海默 在他腿上画出几道伤口 玛丽纹身赶来 却也被蛤蟆怪化的受了伤 最后在石头的辅助下 三人才成功撤进结界 但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越来越多的蛤蟆怪朝房子涌来 既然大魔王这么想拿到这本书 那烧了不就行了吗 不行 精灵大全被下了符咒 土通火焰无法烧毁 就在三人一筹莫展时 外婆的照片让他们眼前一亮 对啊 外婆从小在这里长大 她一定知道怎么销毁书本 于是三人商议后决定 肖恩和玛丽前往疗养院 腿部受伤的海默 负责在结界内吸引蛤蟆怪 并将能杀死蛤蟆怪的番茄酱 装进塑料袋内 做成简易手雷 一切准备就绪 海默出去大骂蛤蟆怪 一辈子都吃不到天鹅肉 肖恩两人悄悄从后门撤出 却还是被两只蛤蟆怪发现 危急关头 周恩二人顺利打开热门 跳进地洞 躲开了蛤蟆怪的追杀 但大魔王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派出巨蜀兽继续追击 两人一路狂奔 从雨水井盖逃到马路上 巨蜀兽也想钻出来 却被史莱的汽车直接撞死 两人历经波折 终于在疗养院见到了外婆 外婆得知书已经解封 显得十分慌张 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销毁书本 只有她的父亲亚瑟才知道该怎么做 可她八岁时遭遇了蛤蟆怪攻击 亚瑟为了救她 在驱赶蛤蟆怪时 被一群空气精灵带走 从此再也没回来过 距离那件事已经过去86年 但外婆仍然相信父亲没死 外婆还没说完 蛤蟆怪就突然出现在窗外 试图抢走精灵书 萧恩拼死相争 却还是被蛤蟆怪扯走了几页图纸 而这几页图纸里 刚好就有破解结界的方法 只要在月圆之夜 把特质药剂洒在蘑菇上 就能破解结界 大魔王看完图纸后 便立即开始制作药剂 潜伏在附近的猪精灵 偷听到整个计划 并告诉了萧恩 萧恩决定利用书上的秘语 召唤亚瑟的作题 说不定作题可以帮他们找到亚瑟 三个小孩沉着一只失旧腾空而起 他们冲破云城 越过风暴 穿行在冰川夹缝中 最后来到这片人间仙境 萧恩三人在仙境里 竟然真的找到了亚瑟本尊 可为什么过了86年 亚瑟完全没有变老 原来 空气精灵的歌声 不仅可以蛊惑人的心智 还拥有改变时间的能力 为了躲避空气精灵 亚瑟二人来到树林 萧恩请求亚瑟销毁精灵书 但拿出来才发现 精灵书竟然被地中海掉包了 今晚结界就会消失 越大魔王拿到精灵书就完了 但亚瑟却说 大魔王需要的是 精灵书里的知识 既然萧恩已经看完了书 那就不需要他的帮助 萧恩就是精灵书本身 他相信萧恩一定可以铲除大魔王 三人回到家门口 发现蛤蟆怪已经开始 泼洒药剂 当月亮出来 姐姐就会失去效果 他们必须做点事情 萧恩和妈妈说了前因后果 为了让妈妈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他把石头放在窗户上 亲眼看到蛤蟆怪的妈妈 也加入到保卫房子的行动中 四人把能制盲蛤蟆怪的烟 撒在门前和窗前 这样可以限制他们的行动 然后他们将番茄炸弹和喷雾拿在手上 来一个杀一个 夜幕降临 要紧在月光的照射下 破解了结界的限制 蛤蟆怪开始进攻 但他们发现海盐后 便改变战术 从地板和天花板攻进房子 四人拼命反击 但无奈敌人数量太多 寡不敌众的他们 被逼退到厨房 海默看着烤炉 轻声一记 他们把所有番茄酱都装进烤炉里 等蛤蟆怪闯进厨房后 萧恩悄悄点燃 事先撒在地上的油 好家伙 这一炸 直接把蛤蟆大军炸了个全军覆没 危机解除 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屋子里响起敲门声 四人赶到门口 竟然是爸爸 最爱爸爸的萧恩第一个走上前去 但他好像想起什么 不断重复问着爸爸一个问题 见对方迟迟答不上来 于是立刻一刀捅了上去 原来 他是大魔王幻化而来 但力量过于悬殊 他们只能以致取胜 萧恩坐上升降梯 逃到阁楼 而大魔王幻化成大蛇 很快就追了上来 此次缠住萧恩 地中还赶来帮忙 却被重重摔在墙上 晕了过去 趁机逃脱的萧恩 从窗户爬到楼顶 面对重追不舍的大魔王 萧恩已经无路可逃 眼看着就要从楼顶摔下去 但在这时 他看到了在树上的朱精灵 于是将精灵书扔了出去 眼里只有精灵书的大魔王幻化成乌鸦 在空中抢到了书本 可他才刚刚得手 朱精灵就一把抓住他 将他撕个粉碎 吞进了肚子 要知道这只朱精灵可是鸟类克星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贪心的大魔王最终在人类和精灵的共同努力下 被彻底铲除 第二天 通气精灵得知大魔王被消灭后 便将亚瑟带出仙境 时隔86年 外婆和亚瑟终于相见 但亚瑟不能留下 否则失去的时间在不久后会回到他身上 他会立刻变成一堆尘土 于是外婆决定跟他一起回仙境 再也不分开 而肖恩和家人 也可以在这座老房子里幸福地生活下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奇幻精灵事件部 是2008年上映的奇幻类电影 影片以孩子和精灵作为出发点 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展现出孩子们梦想中的世界 爱与正义 纯真与勇敢 似乎都是属于孩子们的标签 小时候快乐是件很简单的事 长大后 简单是很快乐的事 小时候我们把玩具当朋友 长大后有人把朋友当玩具 小孩子没当过大人 都想快点长大 而大人都想做小孩子 当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时 不妨看看这类奇幻电影 跟着影片一起 回到那片同真天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